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一甲的比赛 第一场是恩伯利在主场和AC米兰的比赛 第二场是乌迪内斯在主场和拉齐奥的比赛 第三场是萨勒尼在主场和尤文图斯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恩伯利在主场和A米的比赛 那恩伯利的话这个赛季在一甲联赛里面是取得了三胜四平十一辅 目前基石三分排在这个一甲第十九名 那他们这个战绩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也是不是太令人满意 那A米这边的话是18人比赛过后取得了11胜三平四福 目前基36分排在这个一甲第三名 整体来看的话A米这个赛季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势 在网机方面的话A米这边有绝对的一个优势 因为恩伯利这边是取得了1胜三平六福 上场比赛他们赢下AC米兰还是在17年课场 当时2比赢下了A米 那近期十场比赛来看的话 恩伯利是取得了2胜三平五福的一个战绩 A米这边的话是各项赛事是取得了6胜两平两福 他们分别是输掉了比赛 在欧冠当中输1比3输掉了这个多特蒙德 然后在一甲里边是在客场2比3输给了亚特兰大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一个一甲的一个上游球队和一个下游球队的一个交手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特初期的话是给到了A米这个075的一个低档 那现在的话依然保持在一个075低档 那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对A米来来说啊 也是在正面的一个保护 因为咱们如果说他从一个075低档 如果抬到一球中高档的话 其实对A米来说还不太合适 所以他现在依旧保持在这个075的低档 我觉得在中期啊 尤其是开赛前的6到7 6到8个小时吧 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也是支持一手A米来啊 好第二场乌迪内斯和这个拉奇奥的比赛 呃乌迪内斯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赛季的表现整体来看啊 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拉奇奥这边的话 呃目前这个表现我觉得比较一般 他们是取得了8胜3平7负 目前接27分啊 排在这个一甲第9名 乌迪内斯这边主要是这个 他们这个平局面太多了啊 目前是接17分排在第 这个16名 呃 输掉的比赛 其实并不是很多啊 那在网际交手方面来看的话 乌迪内斯是取得了1胜5平4负 也是平局面比较多啊 经济时长比赛 呃是取得了2胜6平2负的一个战绩 那拉奇奥这边是取得了5胜2平3负 整体来看拉奇奥 还是要比乌迪内斯要稍微好一些啊 好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是给到了拉奇奥的这个 025的一个中高档 呃现在的话全部顶到一个满档 那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乌迪内斯 他们其实最近主场连续6场比赛是没有输过比赛啊 不论是碰上亚 亚特兰大还是在这个反正在主场 他们的这个还是比较强势的 反观拉奇奥的客场 我觉得是比较糟糕的 他们并且在这个客场输给过这个萨勒尼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像比赛阿奇奥在客场给到这个025 对于整体这个联赛的一个表现来看 还是比较合理的 并且给到一个呃比较高的一个回报啊 这高回报的话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去阻挡一些拉奇奥的热度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一个拉奇奥啊 好 最后的话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 咱们看好这个A米结论是主负 比分是0比1 0比2 第二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拉奇奥 结论是主负防平 比分是0比1 1比1和1比2 第三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萨勒尼 结论是让平让胜 比分是0比1 1比1和1比2 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咱们看好